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讲的是Excel函数应用 以凡数的应用 然后在结果工具表里面呢,我们看一个条件 它的题目是这样 A栏位是银行代号 就是004,005,100,多少代号 然后B栏位是手续费 0的话呢,就是外加,手续费外加 1的话呢,就是手续费内涵 那C栏是检查,手续费检查 那条件如像,假设说A栏不等于100 B栏等于1的话,它就要变成干嘛?0 懂我意思吗?A栏不等于100 B栏是1的,它就要0 那A栏不等于100 B栏是0的 A栏不等于100,对不对? B栏是0的,它就要干嘛? 手续费,注意到哦,手续费是10块 C栏就要10块 那如果是A栏等于100 B栏等于0的 那C栏就是0 有没有,C栏就是0 那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不管你是多少 它这个1有没有 都要干嘛? 都要等于是0的 那这个要怎么去做呢? 要怎么去做? 我们到范例这个工作表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这个检查这个地方 C栏打一个E 我们先针对第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A栏是等于100 B栏是等于0的 那我西栏就要等于0 所以什么? A2储存格 有没有? 等于100 然后呢? B2储存格 等于0的 那我要给它是什么? 0 有没有? 那注意到这是两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前面要加一个and 就把它两个条件有没有? 框起来 框起来 就是说当这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0 就是0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用以乎判断 判断第二个条件 什么条件? 注意到 B栏位是不是等于1 B栏位要等于1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给它多少? 也是要给0 否则就是10 否则就是10 这样子 右括号一个 最大的就是要对称 要括号要把它对称起来 Enter 好 0040 所以干嘛? 0040 它应该是要10 有没有? 好,我们点两下 这次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100 100 0 有没有? 就等于0 其他的 0的 都是等于什么? 10 那1的部分 全部都等于0 全部等于 实际上 这应该讲说是干嘛 这条件后一个问题也发生 假设说 它说不等于100的是 1 有没有? 既然会等于0 那注意到这里 所以有一个被跳出来 100 即使100又是1的 要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它写的不好 正常应该是干嘛 凡是1的都应该是0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照这个来看的话 那就是什么情况? 变成你要在这里就加上一个条件 有没有? 加上一个什么条件? and A2 不等于100 有没有? B2 等于1的 有没有? 这干嘛? 这个条件要注意到 B2是等于1 A2 不等于100 有没有? 它就要是0嘛 其他都是10 Ent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点两下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变成一个问题点 干嘛? 因为它是这个 状况外的 所以它会变成10 可是注意到 它的10当时有讲过 不等于100 而且要等于0的 所以这个是例外值 因为它题目没有写好 没有写好 那第二个例外值 什么例外值? 假设今天这个100 有没有? 它是文字类型 输入的相较有一个 倒3就是文字类型 有没有? 你会注意到 刚刚它变成10 为什么? 原因 因为文字类型的话 你要把数字前后加双括号 双括号要加进去 要加进去 然后Enter 有没有? 特别注意 这个是要对应的 要对应的 因为这要看你的100 有没有这种情况 是文字类型 还是数字类型 特别注意到